大家晚上好 这个今天23号晚上 我们21、22、23号晚上连续三天进行了这个直播 直播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民法典第三边合同编的这个三个小时的内容 每天讲一个老师 回答15分钟的问题 那个 这个前两天呢 已经是进行了两次了 第一天讲的是通的这个效率问题 第二天讲的是这个合同的解除问题 第二天 昨天呢 讲的是买卖合同的问题 合同解除呢 是合同分的总值里面 一个比较成型的反馈的内容 对 这个 昨天的这个买卖合同呢 讲的比较害啊 这个一个老师这个资源法律一直抱怨我 没有进行广告宣传啊 一直在讲买卖合同的几个要点 我们今天呢我们再选一个这个合同编的 总值性的问题 就设他合同 很多同志问呢 就是说你这个三天的直播内容 我一定买的课件和正式的讲课内容有什么区别 我得声明一下 我们正式的讲课内容呢 大概有175页的PPT 这175页的PPT 我们最近三天晚上呢 就是拿出来其中的一些片段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课程的美感 说白了就是吸引大家报名啊 这个这个报名呢 这个因为今天这个 昨天前天和今天这个这个三个晚上的报名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 这只打了二折啊 这个课程的真实的价格是999元 但是在这三天报名呢 只需要199元 199元听5到6次课听15到18个小时 简直太太太太太太赚了 一个小时才喝十来块钱 我个人认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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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把点合同 第三边合同编的这个这个 我这个5到6次课程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他吐出了理论与实误啊 这个汪婆卖瓜这个长话短说 我们今天就开始讲第三个问题 试探合同的规范 给大家预告一下 9点钟结束的时候 我们今天志愿有一个抽奖活动吧 有个抽奖活动 这个抽奖活动呢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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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抽什么奖啊 免单 免单啊 有免单的机会啊 这个是在简直简直太优惠了 有免单的机会 那么好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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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钟 大家大家可以可以可以等待一下啊 呃 我呢这个这个就开始讲了 那我昨天给大家讲了这个 今天那个社团合同内容是比较比较成熟的 因为我 大概在这个月的初月初啊 12月初的时候在 应邀在北京仲裁委员会 给全体仲裁员呢 讲过一下 讲过一次这个这么一个课程 当时给我的40分钟 那我那次讲的比较嗨 讲了大概是80分钟啊 我我今天呢准备60分钟啊 结束战斗 好吧 呃我们知道这个合同就相对性啊 原来合同相对原来合同法 121条规定了 说如果合同在我人因为第三人的原因 而对债权人违约的话 在我人应当对债权承担违约责任 承担违约责任之后呢 再追究第三人的相对的法律责任 那么也就是说原来合同法的121条 相当于我们现在民法典的593条 593条仍然这样规定的 一个字不差的 他说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原因 造成违约的 应当依法对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这个承担违约责任 显然是指这个一方 就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 对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又简直又说 合同一方当事人 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呢 按照法律规定的话 是约定来解决 这就是合同违约责任的相对性 但在这种民法典呢 在违约责任的相对性之外呢 在我们民法典的 第三边合同边的总则部分 就是465条 这个增加了一个 关于合同效力的统一的 就更大范围的合同的 相对性的表述 就是5465条的第二款上说 依法成立的合同 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么这个红色的这两句话 显然表明了 合同的这个相对性是基本原则 但我一直给大家灌出个理念 没有天下没有非常绝对的事情 有原则必有例外 所以465条第二款 紧接着绿色的字又说了 一个但书 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合同法 恪求合同相对性原则 但是并不是贴板一块 并不是绝对的 并不是绝对的 那么今天晚上就揭露 这么一个法律的魅力的问题 合同相对于原则 如何成为一个原则 然后呢 怎么又存着了一些例外 好吧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涉他合同中的相对性 一般来说 比如买方和甲方 张三和李氏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那就是张三把货物交给李氏 李氏把钱款交给张三就完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绝大多的合同 我可以来说 我们买卖合同 全世界99%的合同 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 订阅的双方呢 是两个当事人 买方和卖方 旅约的时候呢 也是买方买方 卖方把货物交给买方 买方把钱款交给卖方 这不就完了吗 但是呢 我们社会生活是很复杂的 有时候啊 在一些合同的旅行过程中啊 可能不可避免的 要涉及到第三人 我说在旅行环节 涉及到第三人 这是不宜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法律不能冲上鸵鸟 不能视而不见 所以我们合同啊 也是积极的调整啊 涉他合同 所以涉的合同 就是在旅行合同中 在旅行合同的旅行环节 涉及到他人 就是第三人的合同 这个他人第三人呢 有两种第三人 一个是代为接受旅行的第三人 一个是代为旅行的第三人 我们首先来讲代为接受旅行的第三人 什么意思 代为接受旅行的第三人呢 原来在我们合同法的64条有规定 而这个规定呢 现在在我们的民法典的522条呢 第一款呢 得到了原文不动的宠物 他说的是 如果当时约定有债务人家 第三人旅行债务的 然后这个第三人 他不是合同当事人 所以成为第三人嘛 说的party 对不对 但是可以像第三人旅行债务 第三人旅行债务 第三人不是接受旅行吗 所以说叫代为接受旅行的第三人 这个第三人我们就定性了 对不对 他简直又说了 那如果第三人旅行呢 第三人旅行旅行完了 就视为对债权人旅行 但是他说了 债务人未向第三人旅行债务 会不符合约定的 就债务人违约的 仍然对谁承担违约责任呢 仍然对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也就是说不对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 这就恪守了合同的相对性 他讲的是一个什么规则呢 我们可以列图来表示 这个图我讲了多年了 比方说 债先生一大早跑到本市所在的一个假鲜花店 说来一束鲜花 可能支付几百块钱 一千块钱包一束 很漂亮的一束鲜花 那么如果说债把钱交给假鲜花店 假鲜花店的小工把鲜花包好交给债 这个合同的定力和效力以及旅行都不涉及到第三人 对不对 都不涉及到第三人呢 确实都不涉及到第三人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说 假以自己的合同就完了吗 那债买鲜花干嘛了呢 那可能是自己拿回家欣赏 也可能自己插花 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的债买鲜花不是为自己买的 而是为丙小姐买的 丙小姐可能是债的闺蜜 也可能债的女朋友 也可能是债正在追求丙 那不干什么回事 反正债就问假说 你有没有送花的业务 假说有啊 像北京和武汉之内都免会送花 那债说好了 给我保守钱花一千块钱 我给你留下丙小姐的地址 和联系电话 你晚上六点之前给丙小姐送去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丙小姐就幸运的成为受益第三人 又叫代为接受旅行的第三人 我问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 假意做这么一个约定 需要不需要事前经过丙的同意呢 显然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丙在这旅行合同 他仅仅是接受旅行的一方 也就是通俗的说是受益第三人 他在合同中并不承担任何义务 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换句话 这个事呢 只对丙来说有好处没坏处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事前经过丙的同意呢 不需要 第二 丙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丙的位置就是第三人 他显然不是买卖合同当人 这就是代为接受旅行的第三人 那第三句话 那如果假鲜花店接受了你的钱 然后当天下午六点之前 顺顺利利的把这艺术鲜花送给丙小姐了 这事就说完了嘛 我们都知道假鲜花店把鲜花送给丙小姐 就视为假对仪履行了买卖合同的交付义务 对不对 大家都能明白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不会发生什么纠纷呢 但问题在于第四个问题 如果假鲜花店没有送给丙小姐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刚才522条 以及原来合同法64条所讲的 在我人未向第三人旅行 或者旅行不符合约定 在我人没有把鲜花交给丙小姐 那可能还给你造成了非常尴尬的事情 你正在追求丙 可能晚上六点钟的时候 还神秘兮兮的给丙打了电话 喂 收到了吗 丙说什么呀 那坏了 假没有把事办好 那如果是假鲜花店把这事给忘了 或者甚至把鲜花当天晚上卖完了 就没有办法履行对丙小姐的这个 鲜花买卖合同 交付义务 第二点交付可能没有义务了 因为今天是丙小姐的生日 那么我们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假鲜花店对谁承担违约执 对谁承担违约执 我们显然在64条和合同法的 522条都是规定的明明摆白的 假仍然对义承担违约执 看到没有 并不像丙承担违约执 这就叫恪守合同的相对性 对吧 换言之 如果假要退钱的话 这个钱应该退给义 不应该退给比 深言之 如果丙小姐事后明白了 自己的爱慕者 已准备送一首鲜花给自己 可是前院付了鲜花店 没有送到的话 丙小姐能不能冲到假鲜花店 说 听说有人送我一首鲜花 你们没有送到 哈哈 假说是是是 对不起丙小姐 我们忘了送了 丙小姐把钱给我 恐怕假设不得认这个账 假要退钱款 一级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话 只会对义承担 不会对别承担 这就叫合同相对性 那有的同事说 这个道理我懂啊 原来的合同法64条 这21年了吗 现在合同法 没法点的522条 第一款也是这样规定的呀 问题在21年过去了 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 就更加的复杂化 我们的法律规则 也于是俱进 这也是我们在522条 第二款引入了新的制度 这个新的制度 我先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法律规定 当时约定 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 债务人对自己履行债务 如果该第三人 也没有拒绝 债务人如果没有对第三人履行 不符合约定 这个第三人是可以直接出面 追究债务人的违约责任 显然522条第二款 针对522条第一款 做出了一个例外规定 换言之 如果你说522条第一款 是恪守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话 本条的第二款 绝对构成了合同相对性的一个例外 打破了合同相对性 他允许受益第三人 虽不是合同当人 却可以直接出面 追究债务人的违约责任 这辈子5月的人发生的债务人一方 和第三人之间 那么就打破了合同相对性了 那首先讲清楚 522条第二款 这个规定的什么情形呢 我从市场经济的深刻的规律性 来给你讲这个条款 你会觉得豁然开朗 而且深切的知道 522条第二款 在我们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应用的有多么广泛 我们来看第二个图 比方说倚是北京市的 总鲜花批销商 丙呢是一个区级的批销商 换言之 以比方说从鲜花的圣坛的云南 从甲慢的进鲜花 送到北京之后 再批销给各个区线的批销商 换言之 倚就是丙的供应商 丙就是倚的客户 同时甲又是倚的供应商 倚又是假的客户 换言之 如果从倚为核心来讲 甲是倚的供应商 丙是倚的客户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特别对企业法国人员来讲 在市场经济中 如果你是倚本人的话 你会不会直接让你的供应商和你的客户见面 让他们直接接触 一般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你把你的供应商介绍给你的客户的话 有可能他们俩认识了之后 加了微信之后怎么样 他们就一脚把你踢开了吗 干嘛经过你这个中间程序赚他们一道钱呢 那这个时候假完全可以与比直接建立联系关系 所以一般来讲 你不会让自己的供应商和客户直接见面 这样了自己的价值就减少了 甚至会被踢开的 但是呢 我讲市场经济一般是这样的 但问题在于啊 什么事都不要绝对 也有例外 例外在哪里 如果也有足够的自信 即使介绍自己的客户供应商见面的话 自己的客户供应商也不会踢开自己的话 对吧 或者说以的自信在于自己的市场能力 以甲和饼也不敢把自己踢开的话 其实有时候是可以介绍甲和饼见面的 如果说每周甲从云南要批发 三吨的各色的各个种类的玫瑰花给乙公司 乙公司在拿出其中的0.3吨批交给饼公司 现在好了 如果是饼把钱已经交给乙了 乙把钱交给甲了 甲应该供货给乙 乙再分出一批后供货给饼 那如果以直接自信的话 可不可以三方约定 或者甲乙约定 有甲直接把货送给饼呢 完全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甲乙之间的供销合同 买卖合同当成本合同的话 这个时候饼又成了受益的第三人 那问题是 如果有这么一个三方的约定 甲有义务把自己卖给乙的鲜花 那部分直接送给乙的客户饼的话 问题来了 如果甲送货给饼不合同 没送货的话 饼可不可以直接出面追究甲的违约者 问题就这个问题 按照原来的合同法的64条和500 现在民发店的522条第一款的话 应该回答问题是no 我们只能说饼追究乙的违约 乙再追究假的违约者 而不允许饼直接追究假的违约者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按照522条第二 524条说错 522条第二款 现在可不可以 可以了 这个可以 按照约定的话 实际上主要就是指一个人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 发生供货关系 自己的客户可以直接追究自己 他的前前手 有你的前手 供应商的违约者 这显然打破了合同相对性 那换句话说 按照我的讲解的话 522条第二款 在今后的市场经济和法律生活中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说白了 就是自己的供应商和自己的客户之间 发生违约责任的关联问题 所以我在提醒大家 我讲课呢 绝对不是从概念到概念 也不是很生硬的 给你介绍一个法条 它规定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课的特色 就在理论实践上结合 把这个问题关系讲透 讲透彻 结合我们的法律生活 市场经济的实践 一针见血的讲清楚 这个法律规范的适用场合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啊 我们这个课程是非常适合 具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的 律师和企业法务等人员来听 当然如果你纯粹这个法律爱好者 我觉得这个课你也能听 因为我能确保 接第七者来讲 然后确保您听懂 在这个意义上 再给资源法律课堂做个广告 五到六次课199用 简直是超划算 我讲课的特点也是这样的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方法 有第三人代委接受旅行 反过来是不是有第三人代委旅行 是啊 我们99年的合同法65条 和现金的民法典的523条也有规定 它的内容是第三人 当事人如果约定 有第三人向债权履行的话 这个第三人如果履行不合格的话 仍然有再无人对债权承担违约承 而不是第三人对债权承担违约承 那也就是说 各受了合同的相对性 那啥意思呢 我们举一个通俗的例子 通俗的例子 一般来讲 第三人代委旅行 第三人代委旅行 它都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是指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 可能有法律关系 这个法律关系为何 其实在现实上 往往并不深究 我们支持关注的第三人 如果愿意替债务人对债权履行的话 如果他履行的不合格的话 谁来对债权承担违约承这种问题 合同法65条也好 还是现在523条也好 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仍然是原来的债务人 对债权承担违约承 所以可受合同相对性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比如说张三有可能借了 李氏500万块钱 张三投资失败 实在无理惨花了 李氏整天像所债鬼一样 上门来要 有一天呢 可能张三和李氏正在跟我 张三呢和我是朋友 张三和我正在喝茶下棋 宁静的气氛突然被打乱 债权李氏又闯到过来 只说张三的鼻子就骂 骂得很难听 就追要在500万的债权 有可能呢 我是有传统的朋友的两类 插到的精神 有传统的情怀 我就放下旗子就耐心的问张李氏说 我的哥们张三欠你多少钱啊 李氏说500万啊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别骂了 怪难听的 我替他还行吗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 我为什么愿意替张三来还 可能我就是两肋插刀啊 我不愿意让张三 因为区区500万受辱啊 特别是好面子 张三也是一个名士 因为500万在朋友面前丢进了脸面 多难看啊 第二 我如果替张三来还的话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就叫第三人代位履行啊 我是不是张三李氏的 这笔债务的债务人 不是啊 我是个第三人啊 不相干的第三人的 路人的 但是我愿意替张三来还的话 李氏会不会拒绝 不会拒绝 这个来说对李氏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李氏不会拒绝的 由我来还需要 不叫李氏同意也不需要 因为李氏只有好处吗 能听明白吗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要替李 张三来还的话 李氏只能是欣然接受啊 当然 我讲第三句话 如果我真有能力 把500万替李氏还了 替张三还了 张三李氏的债务自然就消灭了 有个同志问自然消灭了 那李氏 张三李氏没有债务了 那你替张三还什么意思呢 那是我们俩之间的内部关系了 那也可能说 张三重新形成了对我的债务 我替他还钱了 我不就觉得贷位权了 或者我们俩之间新的 形成新的债务关系 今天张三欠我500万好不好 也有可能当时我替张三说了 我替你还 哥们一场 这500万就算我送你了 你也别还我了 这不就有一个争议关系 也可能我当时 既不想让张三难堪 又不想让张三感恩于我 君子之下淡如水吗 我对张三开玩意来说 这半期只要你赢了我 我替你还钱好了 不让你出一分钱 那也可以 所以我和张三之间 金口是什么关系 你不需要关系 你关系我的地位 就是个代位旅行的第三人 明白吧 好明白 但问题在于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我当时当作李氏的 这个夸下开口 我说我替张三来还钱 李氏看我 气度不凡 可能当场气线 也就不再那么嚣张了 说好吧 你作为张三的朋友 你李某我也认识的 你替他还就替他还吧 我如果真有能力 替他还他好了 但是我后来兜兜说的 一共才还了五十万 我没有还五百万的能力 我满宫才还了五十万 甚至我当时吹牛的 我只是当时不想让李氏 打扰我们俩下棋 所以我对李氏夸下海口 最终事后我对李氏 一分钱都没还 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李氏还是向谁要钱 那大家都知道答案 向张三要钱 因为我并不是合同当事 我能还多少就还多少 我实在还不了 你到此为止 那在我仍然是谁啊 仍然是张三啊 李氏只能找谁啊 找张三啊 谁对李氏称他还款的责任 张三啊 所以你看我们的合同法 六十五条和五百二十三条 最后一句话都说了吗 第三人不履行 我履行不合格的 仍然有债务人向债券 承担违约责任 那这不就是刻出了合同相对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再说一句话 我们所说的个第三人代位旅行 显然和债务承担是两码事 昨天有一些同志问了债务承担了 什么叫债务承担 张三千里是五百万 我和张三正在下棋 李氏来追债追在一起 骂得很难听 要张三还钱 我就火了 我说张三你闭上你臭嘴 他不就是我哥们欠你五百万吗 算个什么狗皮事 这笔张算我头了 算我欠你的钱 以后不要张三要了 有本事送我来 给我来要 老子有的是钱 李氏当然知道 有可能知道 我的实力比张三更强 他就接受了 那这个时候就债务旅行 债务承担啊 债务承担第三人代位旅行的 主要区别在于 债务承担的时候 这个第三方 我这个人就成了新的债务人 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了 那换言 如果是将来张三还不起的话 李氏就不再找张三 来直接找我呀 那个责任就中了 我是不能夸海口的 当然我讲的 债务承担是指免责式的债务承担 就这个时候张三就出局了 不再是李氏的债务人 取而代的是我李某作为李氏的债务人 明白了吗 所以我夸下海口 我将来还不起的话 李氏只能找我承担违约责任 当然我们知道债务承担 还有另外一种债务承担 叫加入式债务承担 所谓加入债务承担 就是说张三签李氏500万 来要钱 我说你别找张三要了 给我要 你说你有这个实力吗 我说算我一份好了 我也算一份 这个时候李氏就将近将近打赢我了 但是说就说好了 张三也不能出去啊 那么这个时候将来 对这笔债务500万来还款来讲 将来李氏既可以找张三也可以找我 我们俩承担连带责 这就是所谓的加入式债务承担 无论是加入式债务承担 还是免责式债务承担 总之是债务承担 他的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三人成了新的债务人 在这一点都区别于第三人代位履行 因为第三人代位履行呢 只是合同的第三方 他能履行多少里 离行不完了 不了了 那债券人也到此为止 不能抓住第三人 哈马炸出油 那只能还找原来的债务人 所以说原来的债务人出局不出局 或者说新的第三人 要不要最终承担违约责任 就成为检验债务承担和第三人代位履行的重大缺 当然我理论这么讲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就在这里 往往就在这里 我本人的司法实践经验 我跟你说 二十年前我就办过几千万的第三人代位履行和 在我承担的区别的案子 先言后诉 一诊言了二诊书 而且我对这个案子 到现在耿耿于红 我们在政客上会讲这个案子 会答应详细的展开 有名有姓的展开 这涉及到北京呢 有一个百年著名学府的一个案子 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第三人代位履行和在我承担 可能并不那么容易区分开来 我举个小例子吧 你比方一个小公务员 有一次在一个大酒楼吃饭 我讲的可能十八大之前的事 现在不允许这样做 他偶然的偏见自己的顶头上市 大领导 他所在的局的局长 也带着自己的家人 一帮人在一个包间里吃饭 现在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个年轻人可能有自己的进步的考虑 你懂的 总之他勾勒勾手 把服务员叫回来了 说那个威巴包间的账单 我来买了 局长带帮人吃饭 人家酒楼给局长提供了餐饮服务 最后买单的应该是局长 对不对 对啊 是局长与酒楼之间存在一个债权 债务关系 他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愿意替他买单呢 你懂的吗 他问题我们不要是问为什么替他买单 你懂的 我们要问的是这个 这个年轻人买单是什么性质呢 你要问这个问题 我介绍讲故事 那威巴包间有人替买单 酒楼会有反对 酒楼不会反对 酒楼之关系的吗 有没有人买单 哈哈 谁不买单他都不反对 那过来一会儿服务员把518的酒水单就给就给拿过来了 就是那个那个要搞直播的要要要要要等会儿搞活动的 我爱人 你打个招呼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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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账单拿过来了 账单拿过来之后 这个这个这个九九楼这个这个年轻人一看妈的三万块 没想到局长连次贷贷能这么只能走 三万块钱 自己掏掏掏掏掏掏没有那么多钱 满工资买了一万块钱 满工资买了一万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问的是 就剩下两万块钱 九楼还可不可以向局长 来要求他买单呢 这个时候就涉及了一个问题 就年轻人自愿替局长买单这个行为 买单这个行为 到底是一个第三人代位旅行 还是第三人 还是债务承担的问题 如果是第三人代位旅行的话 第三人代位旅行的话 那么九楼 当然可以继续向局长去叫 推开五一八九楼的房间 门 对局长说 局长你这个单有人替你买了 局长说知道知道 局长很习意味着 服务员说但是没买完 还有两万块钱呢 局长要不要接着买 要去的买 对不对 但如果你把它理解为 债务承担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年轻人自愿承担了 那么九楼只能向年轻人去叫 就不能再向局长去叫 听明白了吗 这就是第三人代位旅行 客户合同相对性 但代位旅行承担也客户合同相对性 关键是这里的第三人 他地位完全是不一样的 能听明白吗 能听明白 是不是 不好意思 那集我稍微停两分钟 你消化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屏幕的内容 一点也会给你 谢谢大家 这个是 Kait дев鑫 还好 谢谢大家 距离 从没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课 所以说大家要明白第三人代位履行的制度选择所在 总的无论第三人代位旅行 第三人代位接受旅行 都刻出合同相对性 但是我接着要讲 我们这次524条 也打破了第三人代位旅行的 第三人代位旅行的合同 相对性的界限 大家看524条 524条说 在我人不履行在我 第三人对旅行债务 具有合法利益的 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位旅行 啥意思 这个524条 其实有广泛的适用空间 但是这个立法的条 本身有足够的抽象性 有足够的抽象性 如果你单独看524条的话 你简直很难想象 他在说什么 什么叫第三人对债务旅行 具有合法利益 第三人就理直情的 有权向债权人代位旅行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分折的条文 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来看719条第一款 719条第一款是租赁合同分折的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其实就为524条这个规定 提供了一个最恰当的注脚 最恰当的注脚 我可以结合这个719条第一款 来解释一下524条第一款 什么意思 以及 它如何打破了合同的相对性 719条第一款说 在成租人如果拖欠租金 次成租人可以带成租人 支付其欠付的租金违约金 在啥意思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在当下的疫情期间 就显得特别的敏感和重要 你比方说假 如果把一个大酒楼出租给乙 开酒楼 那租期比如20年 蛮高的吧 20年 乙刚开始一两年的时候 可能这个租金 这个交得起生意还不错 考到酒楼这样的 哄两三年就不行了 不行了 乙有可能不愿意撤离 因为撤离到他就为了要承担违约金 有很多商人的 商势转租就是建立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乙呢 有可能收缩自己的战线 比如把自己的酒楼有1000平米 改为200平米 还苦苦自称 把剩下的800平米呢 就转租给一个饼 火锅店 饼火锅店进入之后 生意火爆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向暗无视 甲对乙的转租呢 真之言毕之言 甲也不会反对 反正有人交租就行了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甲乙并双方行的这么一个局面 每个月会每个季度 饼把自己的承租的800平米的 相应的租金交给乙 客户合同相对性啊 乙呢 加上甲饼转交的租金 再加上自己200平米应当负担的租金 也交出来 汇总一起交给家 这样三方向暗无视 次称租人把租金交给称租人 称租人再把租金交给出租人 这不就是客户合同相对性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来了呢 饼有能力交下月的 或下个季度的租金给乙 但乙收了饼的租金之后 并没有把租金交给家 因为以经营更加雪上加霜 他有可能把这个资金给挪用了 也有可能他虽然收了饼的租金 但是自己的200平米的租金 他却交不起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以对假的 就称租人对于出租人的违约行为 作为称租人对出租人的违约行为 其实对次租人是非常不利的 不利在哪里 我们知道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 如果次租人拖建租金的话 出租人是可以随时解约的 因为构成了根本违约 昨天下午晚上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那一旦构成违约的话 那甲就会怒而把房屋给 租资租资金给解除 虽然甲是解除了甲乙之间的合同 但我们知道次租资合同的履行 以租资合同的继续履行为前提的 甲一旦把甲乙的租资合同给解约了 乙丙之间的转租合同显然无法履行 那这个时候丙的生意正在火爆的 对丙来讲无异于釜底抽薪 对不对 无异于釜底抽薪 无异于釜底抽薪 是不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乙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甲 丙的利益 那这种场合就属于 债务人就承租人不履行债务 第三人就赤承租人 对履行该债务就有合法利益 这个赤承租有什么权利 赤承人吃一天长一只 下下个季度会下个月 丙就有权利不再乖乖的把自己 八百平米的相应的租金交给乙了 他直接交给家 他有权利直接交给家 家有权利 有义务接受 这就是允许赤承租人打破合同的相对 越过承租人直接把租金交给出租人 来捍卫自己的合同利益 这就是第三人待位履行的制度下 打破合同相对性的一个新的制度安排 当然524条讲的这种情形 绝对不仅仅限于719条第一款的这个规定 对不对 但是 无异于719条第一款这个规定是个典型的 那么你在企业法务或者说律师实务中 你可以打破天际线来想一想 类似于719条第一款这种情形 能够为524条所涵盖的这种情形又有多少 应该还有不少 这就是我们总结524条也好 总结522条第二款也好 那我可以说 522条的第一款523条和原来的合同法64条65条 一个标点符合都不差 基本原则还是恪守在第三人待位履行 或第三人待位履行的时候恪守合同的相对性 但是522条第二款和524条 双双又打破了第三人待位履行和第三人待位接受履行的合同的相对性 这就是我们21年后 合同法获得的崭新的发展 希望大家重视这个新的规则 当然我记得讲合同相对性是一个原则 但是是有例外的 例外在哪里 我们再看一下合同法的272条第二款 也就是现在民法典的791条第二款 看下面这个图 如果一个建设工程假公司是发包方 以是个总承包人 那么假以之间存在一个建设工程合同 我们知道以建设工程总承包人 他可以把部分的非主体工程分包给别 这个分包也是合法有效的了 他不是直接分包 也不是再分包 也不是将主体工程分包 也不是分包给不具有知智的单位 他就是合法的分包 比如把绿法分包给饼 把防水工程分包给饼 把消防工程分包给饼 把防火工程分包给饼 把玻璃木墙分包给饼 这都可以 那分包给饼之后 我们要知道这个合同相对性的话 就假以有合同关系 以并有合同关系 但是假和饼并没有合同关系 对不对 这就好像出租人和赤租人 没有合同关系是一个道理 那问题在于 如果说假分包给饼 饼再重包给饼 饼再分包给饼 假把工程款交给饼 饼再分出一部分交给饼 饼 假饼并没有时间合同联系 对啊 合同合同相对性 但是为了确保我们建设工程 千年是大计 我们有两处打破了合同相对性 如果是工程建完了 假把工程款大部分支付给饼 饼也有一部分交给饼都拿到钱了 但是后来工程验试度不合格 或者出院的合格 两三个月后 那个强烈的都能钻进小孩的头了 那这个时候就建设工程质量的不合格问题 假是只能追究饼的违约证 饼再去追究饼的违约证 还是假可以把饼列为共同背告追究连带责任的 如果假可以一起追究饼的连带责任 这就是打破的合同相对性 我们采用的事实上就是这个规则 大家看到没有 总承包人和分包人就建设工程的质量 是要向发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 这不是打破合同相对性了吗 既然我们规定饼直接对假 就建设工程的质量承担违约责任的话 那就打破了合同相对性 是不是 那反之 那如果说建设工程也交付了 质量也合格了 但是饼却没拿到钱 并没拿到钱的原因 是因为饼没给饼钱不废话吗 那饼为什么不给饼钱呢 其实也不是坏人 不是说卷款而逃了 而是因为饼没有从假那里拿到钱 那假为什么不给饼钱呢 那可能作为小的开发商 假作为发报方 他直接在这断裂了 烂尾了 那这个是为了更好的 却捍卫饼的利益 作为分包人的饼 追要工程款工程价款的时候 可不可以将假以列同 共同被告承担连约责任 按照我们建设工程合同的解释 也是可以 那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就建设工程质量来讲 还是追要工程款来讲 假和饼都是可以直接见面的 要么假追究乙饼的连约责任 要么饼追究假以的连约责任 总之都双向地打破了合同相对性 这可以说是在分子里面 比较罕见的打破合同相对性的例子 一个例子 最高法院这些条文 所以这两个规定 如果我们结合合同法 民法典的规定以及 结合建设工程 最高法院建设工程 解释25条26条的规定的话 政法两个方面都双向打破了合同相对性 这也是个例外 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呢 我再推荐一遍 我们也关注司法解释的 比如说同志说 那个民法典出来了 合同法都废掉了 合同法的司法解释是不是废掉啊 你放心 我们不会像倒婴儿水一样 倒婴儿水 倒婴儿洗澡水 不会把婴儿都倒掉了 事实上 我们在99年合同法颁布之后 我们颁布了十几个合同的司法解释 包括合同法解释 买卖合同解释 商品买卖合同解释 技术合同解释 旅游合同解释 建设工程合同解释 和建设工程合同解释 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对吧 等等 有十多个司法解释 这个司法解释呢 最后法院正在清理 在民法典生效之后 最后法院会逐步的也 经过整理之后 重新颁布与民法典相关的司法解释 我想这个司法解释核动法肯定是先行的 反正这些重要的条款 估计是修订之后重新会颁布的 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公司法的实物 讲核动法的实物 讲理论实践向接合 我们不能仅仅讲理论 也不能仅仅讲法典的条路 还要结合我们司法解释的条路 因为司法解释的条路 它往往更细致 更解决具体的问题 你包括昨天晚上 我们把浙江省的 高院的明儿庭的 司法 也不叫司法解释 内部的意见都能讲到 你可以想象 我们这个内容的丰富性 借地去 所以再次强调 199元来听这个课是超值的 当然这个合同相对性的规则 对于我们的诉讼和仲裁 提出了挑战 诉讼还好 因为诉讼解决的问题比较广泛 有时候法院还可以 以资权主动追加当事人 也可以形成市民权 告诉原告 追加当事人 或者告诉被告 你也可以提起反诉 甚至追加反诉的 反诉的被告 这样一来就比较好玩了 比较热闹 所以诉讼的优势就是说 有可以起到案件事量 一揽着解决 一系列的法律纠纷 但是呢 对于商事仲裁呢 他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我们商事仲裁 因为只能解决 商事仲裁条款的 当事人之间的内容 稍微超出商事仲裁的范围 稍微设计第三人 很多时候就无法解决 所以商事仲裁 他有保密性 他有收费低廉 他有这个程序的优势 他是一审 不是一审二审再审 而是一审终结 这好多优势 但是呢 商事仲裁比较到 商事诉讼的 有一点的劣势 就一旦涉及到第三人 只能置入 但是我要讲的是 如果我们现在的民法典 在涉及到涉他合同中 多处规定的合同 相对性的打破规则的话 是不是可以促进 我们商事仲裁的发展 也允许商事仲裁 具有一定的涉他性 这当然也是各级的 商事仲裁机构所乐见的 因为商事仲裁本来有这个劣势 一旦能够在相对性上 突破一点的话 那当然商事仲裁的优势 就更加明显了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我 12月初 在和北仲这个仲裁员们 交流的时候 着重提出的一个问题 好吧 关于我们的合同的涉塌性呢 大概我们就讲这么多 欢迎大家提出批评一计 今天晚上是不是 就是199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截止到几点 其实是一日24点 截止到今天晚上12点 那现在都据现在正好 还有正好还有三个小时 希望大家能够 用最少的花费 来采购的这个课 这个有几个同学回答一个问题 有个同学问 个人独自企业一定被注销 在诉讼时可以列为被告吗 还是自列被投资人为被告 个人独自企业既然被注销 注销就注销登记嘛 对于我们任何一个民事主体 特别是这个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注销登记就是一个生效要件 一旦注销登记这个人呢 这个企业呢 在法轮就不存在了 就像那个死人一样 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死人当被告 不可以对不对 所以一个公司企业也好 一个合伙企业也好 个人独自企业也好 农运专业合作社也好 只要是注销了 他的民事主体地位就不负存在了 就不再是民事主体了 众说都是我国的民事主体就三个 一自然而法人三非法人主持 所以被注销的个人独自企业 显然不能当原告了 对不对 不能当原告了 那不能当被告了 谁当被告了 就投资人呢 本来投资人对个人独自企业的 投资人就要对个人独自企业的 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所以说呢 这个应当列这个投资人被告 没错 另外一个同志也问说 租赁合同的出赁 是否必须具有所有权 这倒不需要 这倒不需要 我们知道可以转租嘛 转租其实也是租赁的 比如张三把房子租给我李某 我李某再租给 再转租给李氏 为什么我和李氏之间叫转租呢 其实转租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租赁合同嘛 转租这个说法 主要是针对前面 一定存在一个租赁合同 为了区别前面的租赁合同 所以我们把后面这个租赁合同 叫做转租 听明白了吧 那么你可以想象转租合同的出租人是谁 他是一个租租人吧 对不对 那租租人是谁 是次租租人 那所以转租合同中 通这个转租合同可以是有效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转租这个事 你可以看出来出租人 并不一定是标的物的所有人 不需要 在现实活动 你再有人也可以作为出租人 你再举个例子 张三是我的邻居 张三的房子常年空着 他的妈全家都到国外去了 张三把房子空着 他不心疼 我作为邻居我心疼 我心疼哪里 我觉得这个房子会垫不空的多可惜啊 所以我就打开房门 我就把这个房子出租给李氏了 不可以吗 可以 那我是什么 我只是个占有人 而且是个非法的占有人 不法的占有人 恶意的占有人 那又怎么样 那你不能否认我和李氏 这样的租赁合同也是有效 那有效有的说 你这个李某就可以占人家便宜吗 占不了便宜 如果三五年后我回来了 张三发现我把他的房子出租出去了 他可能弄不可遏 但有时候他感激我呢 为什么 过去五年 我把张三的房子出租给李氏 我获得了租金 也不最终归我呀 这叫缺少纠战好不好 在张三和我这个人之间 又形成了官员租金的不当得理 我是不是还是要乖乖的 把新英国国五年收在了租金 以及利息支付给还给张三 那可以 张三为什么可以最终取得 这个利息的这个现金所有权 那不就是建立在 我和这个李氏之间的 租赁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下 那又一次说明了 出租人不需要对房屋享用所有权 再举第三个例子 我如果是A公司 我可不可以通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 从北京市一个区政府手中取得一块地呢 可以 比如我要建楼 但是建楼之前 我可以地空了也空了 我可以种庄稼 也可以种花 我也可以把它出租给京东 出租给这个运达 出租给顺丰做货债啊 那我是什么人 我并不是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 对不对 我是任意物权人 对不对 我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嘛 那使用权人 强有对这个土地的占有使用 收益权嘛 收益什么收益啊 我把这个头两年 我不开发的时候 我把这个土地作为货债 出租给京东 出租给这个顺丰 房屋不就可以获得租给吗 那也就是说 任意物权人 是可以把房屋出租 土地出租的 那任意物权人 显然不是所有权人 对不对 所以说租赁合同的出租人 并不需要是这个 标的物的所有权人 这是很浅显的道路 还有一个同学问 房地产中房屋委托 拆除合同 属于合同法的哪种类型 你委托对方把房屋拆除 可以属于 我觉得是承揽合同 对不对 承揽合同 我有一件布料 委托你加工一件衣服 承揽吧 我一个大衣 我委托你给我改 改成一个 长大衣 改成一个短大衣 甚至改成一件西装 这也是个承揽合同 对不对 你有个房子 你把它给 把三十两厅 你委托一个公司 给你改成一室一厅 那也是个承揽 或者是建设工程 或者装修 但一般来讲 承揽是一个 标的物是动产 如果不动产的话 应该叫装修 或者是建设工程 那同样道理 你把一个房子 你把一个房子 从零到雾 有幸变旧 有旧变新 那反之 你把它给拆除 一个道理 换句话说 如果你没有房子 你交给一个 A公司 建设工程 建设工程 有一个房子 和有一个房子 你委托它拆除 它的性质 应该没有重大的差别 具体来说 我觉得 如果是动产的话 你拆除个机器 等等的 它是一个承揽 如果是不动产的话 你可以 总之它是一个交付成果 工作成果的合同 如果你不愿意 把它叫做承揽合同 因为它的标的物是不动产 那可以说 类似于承揽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一个无名合同 所以在这里 我是强调的是 你比如在合同 在物权法上 建造房屋 和拆除房屋的性质 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我们一般强调 从零到零的话 如果是动产 我们就要承揽合同 你交付工作成果 如果是不动产 就要建设工程合同 你要明白 在我们合同法的分择里面 建设工程合同 承揽合同 是同一类合同 都是提供工作成果的合同 还不是提供劳务的合同 换句话说 你把一个旧房子 交给一个人拆除 你并不关注拆除的过程 并不关注拆除的记忆 技术的技 艺术的艺 你只关注最后的结果 能不能按时按期的 给你把房子给拆掉 把这个场地还清除 变成一片干净的空地 对不对 所以它总之来 它是属于一个 交付工作成果的合同 这就是它的名字叫什么 那倒是一个次要的事情 所以说拆除房屋的合同 我最后的答案 任我让你举这么多例子 它是一个交付工作成果合同 下面的一个无名合同 只能这样来理解 好吧 这个有同学问说 听完老师的正词课 有问题向老师请教 用什么房子请教 可以通过 资源法律课堂来转 另外你可以搜一下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的名字叫 民法李建伟 我等一会儿在 我在微博上发一下 我的这个讲课的信息 在上面提问题也是可以的 提问题也是可以的 另外你也可以这个 这个搜这个北京华向律师 收入所 华是中华的华 向是大向的向 我是北京华向律师 收入所的监制律师 你通过北京华向律师 收入所也可以找到我 说老师这个课程 是理论为主 还是诗超为主 想多添加案例课程 会说到吗 我反复强调 我们这个是理论与联系实际 即讲规范的变化过程 法律规范的变化过程 也讲实力 在这十五到十八个小时 五到六十刻的时间里面 我估计至少再讲 一百多个案例吧 这些案例有随口而来的 举的例子 有真实的案例 比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 指导性案例和公报案例 会讲很多案例 但也不是纯粹的试超 也不是纯粹的讲理论 而是理论与实际上结合 我觉得是完美结合 有个同学问 合同中可以约定 其中一方有任意解除权吗 可以 这就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这个这个当事人 事先约定解除权呀 我昨天不是讲了吗 第一天讲了吗 合同解读分为 单方解除和双方解除 单方解除就是协议解除 是吧 双方解除的话 就是双方解除的话 就是双方解除 那单方解除包括 约定解除法令解除权 而约定解除权 而约定解除权呢 就是事前约定 怎么约定都行吗 这样的解除 好吧 好吧